第0621章,旧师穷华,宁城一进来就感觉到了寿源犹如花花流水一般,消失无踪,好可怕的石兽崖。正如那伙计说的一般,在这里待几天,寿命再长的人也会将自己的寿命消耗殆尽。而且宁城还感觉到,这里和暮光之海完全是两回事。这里是单纯的寿源消耗,完全没有任何规则可以被你领悟和感受。暮光之海感受的不是寿源消耗,而是时光流逝这有本质的区别。 换句话说,在这里是自己的寿命不断消耗,而在暮光之海是周围的时光飞速流走。感受到寿命消耗飞速,宁城是担忧不已。以他这种都要触摸时间规则皮毛的修饰,都无法阻止寿源的迅速消耗。 施穷华进来了,可能有幸吗?宁城这个时候再也顾不得自己的心源和石海受损,神识强行渗透出去,同时奋力往前冲去。 绊住香后,宁城呼地停了下来,他看见了追牛,随即就看见了施穷华。 追牛此时再也没有半点精神,扑倒在地上还有一丝气息。 施穷华坐在距离追牛大约两丈的地方,动也不动。 没有气息,没有生命波动,同样的,他的容貌和头发一样都没有改变。 石兽牙消失了他的兽源,却并没有夺走他的容颜。 宁城一下就一步就落在了施穷华身边,手一袋将施穷华卷在怀里,同时另外一只手抓起追牛, 疯狂地挥动天云双翼,转身冲了出去。 仅仅是十多个呼吸时间,宁城就再次冲出了石兽牙。 你,竟然能从石兽牙出来? 一名路过石兽牙的修士,震惊地看着宁城,从石兽牙出来的修士不是没有, 但是每一个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而今天,竟然被他遇见了一个。 这个修士手中还抱着一名女修,同时还拎着一头巨牛。 宁城哪里有心情和这个修士解释,天云双翼挥动下,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神识强行扫出去,甚至可以接触到二三十丈的地方。 加上他进入石兽牙的位置并不深,怎么可能找不到出路? 不过那名修士的精益宁城也不意外,在石兽牙里面, 如果神识无法看到外物,又进去太深的话,的确很难找到出口。 宁城并没有走多远,就在一处山谷中找到了一个残破的洞府。 在洞府门口丢下几个防御阵盘,宁城迅速就进入了洞府,将追牛丢在地上。 多谢老爷救我,追牛这祸在石兽牙被消耗掉了两个月的兽源, 竟然还能说话,实在不愧是兽牛称呼。 宁城取出装有一滴陈溪冰髓的玉瓶丢给追牛。 你练话这一滴陈溪冰髓自己到边上去恢复。 他也不知道陈溪冰髓能不能恢复追牛的寿命, 不过他在暮光之海熔岩变苍老,陈溪冰髓效果非常显著, 很快就可以恢复。 这里是消耗兽源,应该也会有作用才是。 追牛咬住陈溪冰髓的玉瓶,赶紧躲到一边去了。 虽然进入石兽牙是祖母的意思, 可毕竟是他没有能力带祖母逃走。 万一老爷将怒火发在他的身上,那可就不妙了。 宁城连续将三滴陈溪冰髓送入施琼华的口中, 陈溪冰髓进入施琼华的口中瞬间就化成了灵液, 但施琼华却没有任何醒来的迹象。 倒是追牛在吞了一滴陈溪冰髓后,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 宁城疑惑地看着追牛,陈溪冰髓对你效果如此好, 为何对琼华没有用处? 老爷,祖母进去后的第二天就用秘书进了自己的生机。 追牛赶紧说道,用秘书进了自己的生机。 宁城更是不明白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祖母进生机之前说的。 祖母说与其在这个地方被慢慢地拾掉兽缘, 还不如自己早一步禁绝生机。 禁绝了生机,兽缘自动消失, 拾兽牙本来就是消耗兽缘。 如果兽缘都没有了, 自然没有办法消耗。 追牛将施琼华的话转述给了宁城。 宁城漠然不语, 陈溪冰髓毕竟还无法让人起死回生。 施琼华虽然是自己用秘书进了生机, 却也和陨落了差不多, 但他肯定陈溪冰髓对施琼华的身体还是有帮助的。 尽管施琼华没有半分气息, 宁城却肯定施琼华没有彻底地陨落。 他能感受到施琼华的神魂, 只是神魂被静起来, 一时无法恢复。 无论如何, 他也要救回琼华。 或许可以带琼华回到施门无极圣地, 毕竟施琼华的禁术是无极圣地学到的。 怎么去无极圣地? 对了, 炼化星空轮。 想到星空轮, 宁城就想到了自己收藏的另外一样宝物, 那就是木枝精华。 宁城几乎没有半分犹豫, 就取出了木枝精华。 将木枝精华贴在施琼华的眉心, 宁城开始帮助施琼华的身体融入木枝精华。 三天之后, 宁城手中的木枝精华化成了虚无。 而让宁城惊喜的是, 施琼华的脸色变得红润起来, 再也不是之前的那种苍白一片。 不但如此, 施琼华的身体也变得柔软起来, 一样不是之前那样的僵硬。 这让宁城信心大增, 立即沟通污名鬼藤王, 如何可以再次获得木枝精华。 只是宁城的污名鬼藤王等级还太低了一些, 只能让宁城隐约知道, 当初他得到的木枝精华, 是雾名鬼藤王花了无数年凝聚而成。 想要再次获得木枝精华,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天地宝物积累。 知道木枝精华极难得到, 宁城还是轻松了不少。 他就怕没有方向, 有了方向, 他有把握帮琼华恢复兽元和神魂。 他抱起施琼华, 准备换一个安全的地方, 开辟洞府炼化星空轮。 这个时候, 他竟然感受到了施琼华身上的脉搏跳动。 这让宁城欣喜不已。 脉搏跳动, 那就说明施琼华的元神只是被他自己用秘术敬住。 只要他找到办法, 就可以让施琼华彻底地醒来。 也许就是不惧无极圣地, 他也可以让施琼华醒来。 神天大星空最大的星路自然是神天星路。 而神天星路最出名的地方不是神天星空城, 而是九凤地山上的九凤宫。 神天星空城是神天星路最大的一个星空城市, 但是神天大星空的第一永恒星空第一九凤, 却并不是住在神天星空城, 而是住在九凤地山。 在九凤地山上, 还有一座豪华辉煌的宫殿, 这个宫殿叫九凤宫, 九凤宫才是一九凤的住处。 一个豪爽无比的哈哈大笑声音在九凤地山外面响起, 穿星楼专程前来拜访九凤师妹, 九凤师妹紧闭山门, 这可不是迎客之道。 这个声音刚刚落下, 一身红衣的一九凤就出现在了九凤地山的外面, 对一名中年如是抱拳说道, 星楼兄远道而来, 小妹自当待为贵客。 只是小妹不知道, 星楼兄来这里, 是不是专程来找小妹麻烦的。 小妹早就说过, 风雷星任何人都拿不走, 身穿如是服的穿星楼虚空而立, 身上的如是服无风而动, 显得潇洒不羁。 他听到一九凤的话, 再次哈哈一笑说道, 九凤师妹多心了, 我这次来这里并不是为了风雷星, 如果是为了风雷星, 当初再先欲星我就动手了, 不会等到现在来这里。 星楼兄打开窗子说亮话吧, 既然不是为了风雷星而来, 所谓何事? 一九凤丝毫没有让穿星楼 进入九凤地山的想法。 穿星楼又是淡淡一笑, 丝毫不以为意地说道, 我来这里是来帮九凤师妹忙的, 如果我没有料错的话, 九凤师妹现在处境很不好。 一九凤冷笑一声, 区区一个乔凯瑞我一九凤 还没有放在眼里, 当初他奈何不了我, 现在他依然还是奈何不了我。 我神天大星空, 也不见得怕了他摩浴。 穿星楼依然不慌不忙地说道, 九凤师妹就不要骑我了, 乔凯瑞你自然不怕, 如果再加一个掌抗天际呢? 说到这里, 穿星楼特意顿了一下, 果然以九凤脸色微微一变, 他早就知道, 乔凯瑞和掌抗天际有可能联手, 如果两人联手, 他绝对不敌。 这还不是他最为忌惮的, 他最为忌惮的是, 眼前这个穿星楼, 此人心狠手辣, 笑面黑心, 如果他趁机再插一脚的话, 偏偏在这个时候, 穿星楼再次若无其事地说道, 若是加上掌抗天际还不够, 那再加上我穿星楼如何? 乔凯瑞脸色终于大变, 他阴沉着脸说道, 要来我神天大星空尽管过来, 我乔凯瑞也不是被吓大的。 穿星楼知道, 乔凯瑞现在是嘴硬, 他没有继续刺激乔凯。 而是何须地说道, 九凤师妹, 如果我要和他们联手, 我早就联手了。 我今天来这里, 是要帮九凤师妹的, 如果九凤师妹愿意的话, 我穿星楼再次立言, 绝不做看神天大星空被入侵。 依九凤看了一眼穿星楼, 吸了口气, 缓声说道, 星楼兄想要什么? 请直接说出来, 我不喜欢转弯抹角。 穿星楼拍了一下手掌, 赞赏地说道, 和九凤师妹说话就是省心, 我穿星楼也不要什么, 只要九凤师妹发动整个神天大星空, 帮我寻找一个人就可以。 这个人我只知道他来了神天大星空, 至于在哪一个星球, 我却没有办法得知。 一九凤见穿星楼不像是在说笑, 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穿星楼请进了九凤宫。 分兵主坐下后, 一九凤一点都不转弯抹角, 直接问道, 星楼兄到底要小妹帮忙找谁? 穿星楼微微一笑, 取出一个有些模糊的画像说道, 就找这个人。 一九凤皱了皱眉头, 这画像如此模糊, 如何去找? 穿星楼并不担心画像模糊的事情, 胸有成竹地说道, 我知道, 不过这个修士很有可能就是那个骑着追风天骑的修士。 他用的法宝不是长枪就是斧头, 或者这两种法宝都有, 可能有一对天云双翅, 等级还不低。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件不错的翼绒法宝, 可以变换容貌。 一九凤豁然明白过来, 盯着穿星楼说道, 我明白了, 你怀疑那个拿走图本圆珠的修士就是此人, 而且也是他拿走了星空轮。 不错, 我就是找他。 穿星楼知道要找一九凤帮忙, 这些根本就隐瞒不过去。 他调查了许多从仙玉星逃出来的修士, 最后才得出那个斩杀星桥, 又在豹金峰谷口以一荡摆的修士, 就是他要找的人。 而且这个修士很有可能拥有造化宝物。 一九凤吸了口气, 如果这个修士真的是穿星楼说的, 那这个修士身上的宝物简直太多了, 甚至造化宝物也在此修士身上。 星楼兄, 若是真如你所说, 那造化宝物也在此人身上。 我如此帮你, 岂不是太过吃亏了一些? 一九凤在知道这个人就在神天大星空后, 心里早已澎湃不已。 川星楼沉声说道, 九凤师妹, 我也不隐瞒你。 之前大家互相不信任, 说什么造化宝物几个人分,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只想等造化宝物出来, 大家争夺罢了, 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如今我们合作, 我只要造化宝物, 其余的星空轮, 土本圆珠, 还有那个修士, 其余的一切东西都归你。 甚至我骤天大星空出现的一片造化碎片, 将来找到的话, 也归你。 一九凤沉默不语, 星空轮和土本圆珠任何一样东西, 都是绝世宝物。 但是, 比起造化宝物来, 又相差不少了。 合则两立, 分着两败。 若是九凤师妹不同意的话, 我就去妖狱或者是魔狱, 寻求帮助。 川星楼站了起来, 他肯定一九凤不会不同意的。 一九凤也咬了咬牙站起说道, 好, 我同意了。 建南西站的公粮乐园本对伙计的话并没有在意, 不过当他得知当初追那个女修出去的尤真怡和游挺之被人上门杀掉后, 他立即就害怕了起来。 比起尤家的游真怡, 他什么都不是。 若真是那个江州宁城杀了游真怡和游挺之, 他公粮乐还不够人家一巴掌的。 公粮乐一想到自己坑了别人上万子弊, 心里就是后悔不已。 上万子弊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 为什么当时他会做出如此白痴的举动? 担心宁城找上门来的公粮乐思虑在三后, 终于下定了决心。 等那个江州宁城来了, 他就赔偿人家一百倍, 百万子弊他还是拿得出来的。 让公粮乐不解的是, 这都又过去半年时间了。 那个说要来拜访的江州宁城从未来过剑山道, 更不要说来拜访他了。 倒是有一条神天大星空发出的搜寻令来到了剑山道, 搜寻令上列出来的画像有些磨磨乎乎。 但是公粮乐因为害怕宁城, 所以脑子里面时时刻刻都有宁城的影子。 他感觉这个模模糊糊的画像有些像那个江州宁城。 而且这个搜寻令上说, 此人来自别的大星空, 相貌有可能易容, 可能拥有天云双赤和斧类法宝。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修士可能拥有一头黑色的兽牛。 这些条件全部加上, 公粮乐猜测这个画像九成九就是江州宁城, 但是公粮乐依然没有去上报。 一个他还不是非常的确定, 第二搜寻令上的奖赏虽然丰富, 他能不能拿到还是另外一回事。 本来他得罪了宁城, 按照宁城处理尤家的手段来说, 他最多是赔点紫币, 应该还不会有性命之忧。 若是他上报了, 那个宁城一时没有被抓到, 那等着他的就危险了。 绝对不会有人来在意他这个上报者小命的, 这一点公粮乐很清楚。 公粮乐相信, 这种事情不用他上报, 自动有人会去上报。 事实上, 公粮乐没有猜测, 他并没有纠结多久, 剑山道有人骑着一条黑牛急速而走的消息, 就被报上去了。 只是因为宁城被施琼华背着, 很少有人注意到宁城的长相而已。 宁城的确是没有去剑山道, 他不但没有去剑山道, 甚至连背环星都没有停留。 他在想到自己需要炼化星空轮之后, 立即就离开了背环星。 主要原因倒不是他知道了, 穿星楼找到神天大星空, 在神天大星空无数星球, 发布了寻找他的搜寻令。 而是他怕自己炼化星空轮的动静太大, 星空轮气息散溢出去被背环星的大能发现。 星空轮浩瀚的星空气息, 还有那种古朴的沧桑纹路气息, 才是让宁城担忧的主要原因。 所以, 宁城离开背环星后, 用天云双翼一直走了将近一个月, 这才在星空中的一块废弃陨星内部, 找到了一个存身所在, 他打算在这里炼化星空轮。 宁城没有想到, 他这微微的一谨慎, 让他逃出了一劫。 否则他留在背环星, 哪怕他的速度再快, 也要变成川星楼的手下亡魂。 最初的时候, 宁城准备花几天时间炼化星空轮。 但是真正开始炼化的时候, 宁城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幼稚。 星空轮的静置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 他只知道连续三个月, 他只炼化了36道静置。 好在施琼华虽然没有意识, 却可以自动吸收星空元气修炼。 尽管这种吸收对他的修为没有任何帮助, 却可以让他一直保持这个样子。 为了让自己的速度更快一些, 宁城又花了三个月时间。 当他炼化到49道静置的时候, 任凭他如何炼化, 星空轮都是没有半分波动。 宁城没有继续炼化, 他知道自己的修为有限, 星空轮又是最顶级的飞行法宝。 他不能完全炼化, 也算是正常。 不过宁城并没有失望, 尽管他不知道星空轮有多少道静置, 却知道星空轮现在就可以变换数种形状。 等他真正地炼化了星空轮, 星空轮不但速度堪比挪移, 而且能变换的形状将更多。 直到此时, 宁城才深有感触, 星空战舰就算是做得再牛, 速度再快, 也无法和星空轮这种法宝一般, 任意变换形状。 宁城让自己的星空轮换化成了一个普通的尖头飞车形状, 飞车下四个轮子, 有些类似地球上的越野汽车。 只是这形状比起地球上的越野汽车, 大了数倍都不止。 飞车里面有一个大的房间, 这是给施琼华休息用的。 宁城在炼化星空轮的半年时间中, 施琼华就一直在他身边。 现在施琼华也习惯了在他身边, 一旦他长时间不在房间中, 施琼华就有些莫名的焦虑不安。 所以, 宁城也留着这个房间, 一边陪着施琼华, 一边驱动星空轮。 宁城刚刚驱动星空轮, 神石就再也无法查看到星空轮外面的情景。 宁城立即就明白过来, 星空轮的速度比顶级星空战舰的速度应该都要快。 这还是他没有完全炼化的缘故, 一旦他将星空轮炼化, 会不会和仓卫大哥说的那般, 星空轮连界面都可以穿过? 原本想要回到剑山道收拾一下剑南西战那个执事的, 因为星空轮的如此速度, 宁城立即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要收拾那个执事是小事, 现在他的星空轮有了如此速度, 那就是说, 他完全可以凭借星空轮回到昆桌星河。 只要到了昆桌星河, 他就有把握找到吴根黑城。 相比起回吴根黑城见洛飞, 宁城立即就将别的事情丢在了一边。 穷华的伤势似乎越来越好转, 也许他不惧吴极圣地也可以让穷华彻底地恢复意识。 再说, 去了吴极圣地, 以他现在的修为, 根本就无法在那个圣主面前说话。 星空轮被宁城炼化了49道静止, 在星空轮的方位盘上也可以显示出一些星空位置来, 至少宁城在上面看见了四个大大星空。 设定好了星空轮前往中天大星空后, 宁城让追牛出来照看星空轮的飞行, 同时记录下来沿途的情况。 他自己则是留在了房间中继续修炼。 几乎要将神天大星空翻过来的川星楼和依九凤, 根本就想不到宁城即将要离开中天大星空了。 在星空轮中, 宁城疯狂地用勇望丹修炼。 数百万勇望丹让他的修为急速上涨。 当半年后, 宁城的星空轮略过骤天星空城的时候, 他已是即将突破星桥中期。 又是一年后, 宁城的星空轮来到曼轮星空的时候, 他到了星桥后期修为。 宁城看着星空轮上的星空位置, 心里也是感慨万千。 当初他从曼轮星空来到骤天星空城, 用了十年时间。 而现在, 他从神天大星空到曼轮星空, 才用了一年半时间。 如果不计算他从神天大星空, 回到中天大星空的时间, 他从中天大星空返回曼轮星空, 才用了一年时间而已。 当初做出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决定, 果然是正确的。 当初他远走曼轮星空, 看起来距离无跟黑城更远了。 而今天, 他再次返回花的时间却更少。 第0623章, 编程熟悉的人, 福举星, 在整个昆桌星河, 只能算是不入流的星球。 但是宁城在星空轮的星空方位图上 看见这个星球的时候, 立即就站了起来。 这个星球他很熟悉, 就是昆桌星河的一个星球。 而且, 这个星球的星主, 他也很熟悉, 叫妙普。 妙普和他有仇, 看到了李兰星的玄域城, 因为旧蓝牙, 他和妙普的仇就更深了。 只是当时在李兰星的地盘上, 对方奈何不了他而已。 不过他同样的, 也奈何不了妙普。 现在来到福举星之外, 宁城自然想到了妙普。 随即宁城就想到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距离 无跟黑城最近的地方。 从无跟黑城出来的修士, 星空第一站应该都是来这个地方。 也正因为这样, 宁城才激动起来。 当初瑞白山带着许多 从异星大陆出来的修士, 应该就是来到了这个星球。 他妹妹若兰 也应该和瑞白山在一起。 宁城刚刚走出房间, 就发现施琼华也站了起来, 跟着他走了出来。 宁城当即就停了下来, 抬手握住施琼华的手, 惊喜不已地说道, 琼华, 你已经好了。 施琼华默然不语, 既不收回手, 也不说话。 宁城马上明白过来, 施琼华的确是好了许多, 只是他现在还是下意识的动作。 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他站起来, 施琼华也就站了起来。 琼华, 我一定会帮你治好的。 宁城拉住施琼华的手, 坚定地说道, 无论如何, 他也会帮施琼华治好。 施琼华正正地看着宁城, 依然是平静无波。 宁城心里暗叹, 拉着施琼华柔声说道, 以后不要离开我太远。 老爷, 祖母能走路了? 追牛见宁城出关, 赶紧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星空轮我要收起来了, 你也进入小事件。 宁城对追牛挥了挥手说道, 他早已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而追牛在仙玉星出了一些风头, 部分修士知道这货的身份, 他不想因为一头牛暴露了自己。 宁城拉着施琼华的手, 站在一个高大巍峨的城市外面, 宁室良久。 这是伏举星的第一大城市, 也是伏举星聚集最多修士的地方。 尽管这个城市看起来雄伟宏大, 可是和天极城, 骤天星空城这种顶级星空城市比起来, 差了一种意境。 也没有那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高大巍峨的普通修真城市而已。 让宁城心里多出一丝感慨的是, 这个城市的名字。 这个城市有一个他很熟悉的名字, 边城。 众多的修士从边城的城门口来来往往。 在这里, 宁城再也看不见一个天位镜以上的修士。 就算是三道星轮的修士, 都并不多。 大部分有星轮的修士, 都是一道和两道星轮。 而更多的修士, 是没有星轮的普通修士。 玉镜和洁生镜的修士反而更多。 这些修士大都带有浓烈的星空气息, 可见大多数是常年在星空中求活的主。 施琼华背后的星轮早已消失, 宁城模拟出了两道星轮。 在边城, 两道星轮的修士已经算是强者了。 他拉着施琼华走进城门, 城门的护卫不但没有盘问, 反而宫颈地微微弯了一下腰。 宁城心里暗叹, 在任何地方, 实力就是一切。 他的实力在骤天星空城也许算是最垫底的存在, 但是在这个地方却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站住, 护卫突兀的一句让宁城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下。 他看见五六名星空流浪者被这里的护卫拦在了外面, 随即他就听见那护卫说道, 你们身上的血腥气息太浓, 需要在城外待几天才可以入城。 宁城的神石早就扫到了这几名星空流浪者身上的血腥气息, 可见这几名流浪者都是在星空中杀戮而来。 不过这些看似很凶悍的星空流浪者被护卫一呵斥, 并没有反抗, 反而攻身失礼后向城外面退过去。 宁城的神石跟着扫了过去, 果然在城外西侧有一排排的灵石住所。 这些住所里面有修士走动, 可见这些修士都是在星空杀戮归来, 然后留在外面消散血腥气息的。 一道有些眼熟的面孔在宁城的神石中一晃而过, 宁城差点叫出了竹竹的名字, 他立即拉着施琼华再次出城。 来到了这片灵石住所, 很快宁城就来到了一个简易洞府的外面, 他伸手触动了一下门口简单之极的静止。 一个脸上有些疲惫的女修走了出来, 他疑惑地看了看宁城, 然后又看了看施琼华。 很快他就知道眼前这两个修士的实力都远远强于他, 赶紧攻身失礼。 请问两位前辈找晚辈有什么事情? 宁城肯定他没有看错, 眼前这个女人和一竹竹非常像, 相像的程度几乎达到了九成。 如果这个女人是一竹竹, 没有理由不认识他。 怎么可能不认识他? 唯一的可能, 就是这个女人和一竹竹关系非同一般。 联想到当初一竹竹的父母被人逼出了接天时, 这个女人很有可能是一竹竹的母亲。 你是一竹竹的母亲? 宁城想到这里, 就问了出来。 眼前这个女子听到宁城的话顿时一愣, 随即眼圈一红就跪倒在地。 晚辈常曼英正是竹竹的母亲。 前辈知道我女儿在什么地方? 请前辈告知, 宁城手微微一抬, 常曼英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他有些感叹, 当年一竹竹的父母去接天时的时候, 应该是话顶后期了。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一竹竹的母亲还才结生静, 可见修炼之艰难。 当年你们离开接天时后, 竹竹被人关押在接天时的西战弟弟。 我和妻子洛飞到接天时知道这件事后, 救出了竹竹, 同时将当年你们的仇敌全部杀灭了。 如今竹竹和洛飞在一起, 我这次回来, 就是去吴根黑城看望他们的。 宁城见常曼英焦急无比的样子, 赶紧解释了一句。 常曼英一直在这里, 他都没有看见女儿, 说明一竹竹和纪洛飞并没有到边城来。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常曼英说话间又要跪下。 宁城赶紧拦住了常曼英, 语气也有些急切地问道。 我想请问一下, 当年和你们一起冲出接天时叫燕妓的女修, 现在如何了? 你是宁城? 常曼英脱口而出。 宁城立即就知道, 燕妓将她的事情全部告诉了眼前的这个常曼英, 没错,我就是宁城。 常曼英不是蠢人, 宁城说了她的名字后, 她就明白为什么眼前这个修士要救她女儿一竹竹了, 原来是因为他们夫妇出手帮了燕妓。 果然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常曼英知道女儿无恙, 数年压在心口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她输了口气, 对宁城说道, 燕妓师妹的资质比我们夫妇要强多了。 当年到了边城后, 她就晋级到了玉境, 随后几年又渡截晋级念心。 念心后, 燕妓师妹离开了边城, 她应该是去了穆雅兴。 宁城听说燕妓没有事, 心里已是松了一口气。 穆雅兴她知道是昆浊星河的第一星球, 想要从昆浊星河冲出去, 就必须要经过穆雅兴, 否则只能和她一般拥有顶级的飞行法宝。 既然如此, 你就和我们一起先入城吧。 宁城没有继续打听别的事情, 她想要先进城购买一张扶举星到无根黑城的清晰线路, 然后赶紧去无根黑城, 按照星空轮的速度, 宁城估计她从扶举星到无根黑城最多十来天时间而已。 也许十来天都用不上, 几天就够了。 晚辈在这里等我夫君回来, 她和人组队去星空还未归来。 常曼英连忙说道, 她本想主动和施琼华说话的, 只是施琼华一直沉默, 这让她没有敢主动找施琼华说话。 之前宁城因为不好用神识去查探常曼英一个女修, 现在和常曼英说了一回话后, 她才觉察出来常曼英有了极为隐蔽的伤。 宁城取出一枚丹药递给常曼英, 这是一枚疗伤丹药, 应该可以治疗你的伤势。 常曼英听宁城说出自己受伤的事情, 心里更是震惊。 一般的碎星修士不用神识查探她, 是无法看出来她受伤的。 而眼前这个宁城竟早已看出, 那烟迹不但滋滞逆天, 她的眼光也不是一般的好。 这个宁城比一般的修士要强太多了。 多谢前辈。 常曼英赶紧接过丹药, 同时感谢道。 宁城正想说不要叫前辈, 就看见常曼英连丹药都来不及吃, 飞一般地冲了出去。 随即宁城就看见她扶住了一名 浑身血迹斑斑的中年男子。 这名中年男子气息很势不稳, 显然受伤不轻。 景哥,你怎么了? 常曼英语气焦急无比, 将她手中的那枚丹药 送入了中年男子的口中。 那丹药一入口, 中年男子就震惊地看着常曼英。 曼英,这是什么弹药? 不错呀,连三级新丹都有, 还敢说东西不是你拿走的。 随着声音落下, 又是一名修士落在了常曼英 和那中年男子的身边。 宋通, 我夫君这次又是你打伤的吧? 我夫妇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没有见过你说的那些东西。 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 不愿放过我夫妇二人? 常曼英因为激动, 语气变得沙哑。 第0624章, 一竹竹的父母, 中年男子连忙拦住常曼英说道, 曼英, 这次和他没有关系。 我是被别人围攻的, 不是他。 叫宋通的男子冷笑道, 看样子, 我是太善良了。 你明明有三级新丹, 竟然欺骗我, 还说东西不是你拿走的。 如果你不将属于我的那份交出来, 我只能上报给妙管事了。 到时候, 疫情就不是受伤这么简单了。 就算是, 我要维护你们两个, 恐怕也无可奈何。 你也别告诉我, 你能买得起三级新丹, 也别说是有人送给你的。 有本事你让人也送一枚三级新丹给我。 在宋通看来, 除非那个人脑子有问题。 否则怎么可能随便送一枚三级新丹出去? 三级新丹是什么价格? 不要说在边城买不到, 就算是偶尔有拍卖会上留出三级新丹, 那也是天价。 他担心的是, 疫情有了三级新丹, 说不定还有别的丹药。 一旦疫情有了足够多的修炼资源, 很快就能和他一样成为一个念心修士, 而他绝对不能让一锦静即念心。 当然三级新丹属于天价, 这仅仅是针对如宋通这样的普通修士而言。 对宁城来说, 三级新丹就是不值钱的东西。 我担要很多, 可是我凭什么给你? 你算老几。 宁城突兀的声音打断了宋通的冷笑。 你是谁? 问完这句话之后, 宋通这才震惊地发现, 刚才他竟然没有注意宁城。 按理说, 宁城背后有两道隐约的新轮, 他应该早就注意到了才是。 随即他就看见了宁城手中牵着的那个少女, 心里更是惊叹这个少女好甜静的容颜。 就算是他在编程这么多年, 也很少见到比这个少女更漂亮, 更甜静的女子。 这个少女绝对不简单, 这是宋通的第一想法。 随即他就想到了庙馆室, 也许他能讨得庙馆室的加倍欢欣。 施琼华脸上戴着的薄纱早就被宁城去掉, 以后他也不会让施琼华去做什么圣女, 也没有必要戴着什么面纱。 宁城根本就没有理睬宋通, 抬手再次取出一枚疗伤丹药送入常曼音的手中, 你先疗伤。 刚才的丹药是你给的。 宋通这才明白过来, 还真的有人如此大方, 随便拿出三级心丹给别人疗伤。 而且这丹药看起来品质还非常高。 宁城淡淡地扫了宋通一眼, 宋通就感觉到浑身一冷, 心里更是震惊。 他已经是念心修为, 而对方最多也不过是碎心修为, 为何有如此大的威亚? 不错,刚才的丹药就是我给的, 莫非我给的丹药给我, 还要向你打招呼不成。 宁城不紧不慢地说道, 宋通缓过神来, 心里盘算起来。 他念心修为, 的确不是这个碎心修士的对手。 这个碎心修士竟然有如此多的三级心丹。 而且, 对方拿出三级心丹的时候, 还很随意。 可见, 这是一个极为富有的修士。 说不定他身上还有比三级心丹更为珍贵的东西。 他宋通是奈何不了对方, 但有人不会将碎心修士放在眼里。 哈哈, 宋通哈哈一笑, 忽然对常伴音说道, 恭喜你找到了一个好靠山啊, 后会有期。 说完宋通转身迅速冲向了编程城门口的所在。 宁城在星空中闯荡这么些年, 只要一看宋通的眼神, 他就知道这家伙想要干什么。 只是,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他一个可以秒杀心侨尽的修士来编程, 如果还躲躲藏藏, 那这些年消耗掉如此多的修炼资源, 历尽艰辛的修炼, 这位前辈就是宁城, 燕记的, 常曼音也不知道宁城是燕记的什么人, 现在宁城手中牵着一个角色女子, 他也不好多说, 说到这个地方语气模糊了一下, 才继续说道, 就是宁前辈救了我们的女儿竹竹, 现在竹竹和宁前辈的妻子纪洛飞一起生活, 宁城笑着点点头, 是的, 竹竹和洛飞在一起, 你们不用担心, 我这次回来, 就是去吴根黑城看看他们, 如果你们想去的话, 也可以和我一起去, 听到自己的女儿被宁城救了, 而且还可以一起去看女儿, 宁城激动的何常曼音毫无区别, 当场就跪了下来, 宁城多谢宁前辈大恩, 宁城给出丹药给他们夫妇疗伤, 他们感激不已, 可是再感激, 也没有宁城救了他们的女儿大恩, 宁城让宁城站起来说道, 你们是燕记的朋友, 我也是燕记的朋友, 以后大家朋友相称, 就叫我宁城好了, 是, 宁师兄, 常曼音和宁城虽然没有继续叫宁城前辈, 却也没有直接称呼宁城的名字, 星空修士的长幼可不是以年龄来区分的, 而是以修为来区分的, 看见远处围观的修士, 易景有些焦急地说道, 宁师兄, 你还是赶紧离开边城, 常曼音之前惦怪他的丈夫易景, 并没有想到这些, 现在也反映了过来, 随即说道, 宁师兄, 那宋通虽然只是念心修为, 却和新主妙家的一名管事关系, 非同一般, 那管事巨星后期修为, 实力强大无比, 这些年, 因为得罪了宋通, 被他杀去的修士不计其数, 那两位又是如何得罪宋通的? 宁城问道, 易景有些愤怒地说道, 我们刚刚到边城的时候, 宋通那个时候, 和我们一般, 都是刚刚到边城的散修, 我们一起组队去星空冒险, 寻找修炼资源, 有一次, 我们找到了一个陨落星桥静修士的洞府, 在里面得到了大量的修炼资源, 因为宋通的修为比我们高, 又是主导之人, 所以他占据了大部分的修炼资源, 在这些资源中有一件星河战舰, 这件星河战舰被宋通拿走, 后来送给了妙家的管事, 宁城在问道, 宋通之前说你们拿走了一样东西, 是说的这个洞府, 还是别的地方? 易景握紧了拳头说道, 他说的就是那次, 那次东西分得清清楚楚, 我夫妇二人加起来, 也才得到了两成不到, 他一个人就得到了七成, 还有一成被另外一个同伴拿走, 他是宋通的道律, 这些年来, 他进几念心后, 更是不时地找我夫妇麻烦, 若是有机会的话, 我夫妇早就离开边城了, 只是曼因重伤未遇, 我也才刚刚晋级欲净, 贸然进入星空中, 很难保住性命, 既然东西都很清楚了, 他也知道你们没有隐藏什么东西, 为何还一次次找你们麻烦? 再怎么说, 也曾经组过对吧? 宁城有些不解, 在星空中修饰之间的争夺和暗算, 都是因为利益相关的, 如果没有利益, 那大家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互相出手暗算, 多一个敌人, 终究不是好事, 在一边的常曼因沙哑说道, 因为他怕我们夫妇谢了他的丑事, 什么丑事? 宁城问道, 当初我们组队的人有四个,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修, 她叫张莲蓉, 因为我和景哥互相帮助, 后来那个女修也成了宋通的道理, 我们发现星桥进洞府后, 宋通得到了星河战舰, 但是他并没有将星河战舰留下, 反而送给了妙家的管事谋无钱, 常曼因解释道, 宁城点点头, 这个宋通很会经营, 星河战舰对宋通来说的确很重要, 但是他的修为想要保住星河战舰很难, 送给魔乌钱寻求靠山是有点心机的, 常曼因说到这里, 叹了口气, 有些惋惜地继续说道, 没想到那个魔乌钱是一个色中恶鬼, 他一眼就看中了宋通身边的脏莲蓉, 然后明目张胆地问宋通要这个女修,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宋通竟然毫不犹豫地, 就将他的道理脏莲蓉送给了魔乌钱, 后来他的确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不但找到了一个好靠山, 而且还不用自己继续去星空冒险, 寻找修炼资源, 他的修为原本只是比锦哥高了一些, 但是现在他晋级念心了, 我们距离念心还遥遥无期, 只是可怜了脏莲蓉, 竟然看中了这么一个畜生, 易锦跟着说道, 因为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 我们夫妇恰好知道, 所以宋通千方百计地想要杀掉我们, 我这次出去回来就是他找人暗算的, 只是被我逃了出来, 他看见我得到了修炼资源, 怕我晋级念心, 所以对我夫妇的暗算是越来越多, 曼英更是只能住在人群中, 不敢离开, 宁成这才明白过来, 易锦夫妇过的也算是不容易, 明知道宋通找人暗算了他, 他还只能当着宋通的面说, 不是对方做的, 我这次要去吴根黑城, 如果你们没有什么事情, 就和我一起去吴根黑城吧, 宁成说道, 易锦和常曼英是易竹竹的父母, 无论如何, 他都应该出手帮助一下, 宁前辈, 如果你有飞行法宝的话, 要不我们现在就走, 易锦见宁成并没有想要立即离开的意思, 有些担忧地补充了一句, 说话间, 还特意看了看远处的城门口, 宁成微微一笑, 你不用看, 他已经来了,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来的, 易锦和常曼英这才看见宋通和一名女修走了过来, 方向正是他们这边, 怎么办, 常曼英和易锦对视了一眼, 宁成的修为在他们眼里已经是非常高了, 但是一个碎星修为对上某管事还不够看, 第0625章, 两巴掌废掉, 宁成忽然对易锦问道, 你们有没有去无根黑城的详细星空图? 没有, 易锦摇了摇头, 他们的修为还太低, 当初之所以能来到边城, 也是因为图中遇见了一艘暂停在虚空中的飞船, 这种星空图是一些大商会, 还有一些船队控制的, 普通修士根本就别想拥有, 此时宋通已经来到了宁成几人的面前, 他扫了一眼易锦, 嘴角一出一丝冷笑, 同时对宁成抱了抱拳, 朋友, 想必你已经知道, 我叫宋通, 滚, 宁成毫不客气地说了一个字, 在宋通面色骤变的时候, 宁成更是不屑地说道, 我对将自己道理都送给别人睡的垃圾, 没有兴趣认识, 你立即从我眼前滚, 否则明年今日, 就是你死去一周年的日子, 宋通这次脸色彻底地变得铁青, 他哪里能想到, 宁成如此直接, 将他最不想提起的话, 当众说了出来, 远处一些围观的修士, 听了宁成的话后, 立即就将目光聚集在了宋通身上, 这里很多人都认识宋通, 而且知道宋通有一个道理脏连容, 但是后来脏连容不知道怎么就消失了, 很多人还以为陨落在了星空当中, 现在才明白, 原来宋通将自己的道理送给别人睡了, 难怪此人最近些年修为飞速上升, 竟然还有这个原因在其中, 哼, 宋通立即就是冷哼了一声, 他是奈何不了宁成, 但是有人会帮他出头, 在宋通刚刚冷哼完毕, 还没有说话的空荡, 宁成就呼地抬手两道耳光扇了过去, 宋通根本就没有想到宁成会突然出手, 就算是他想到了, 他也无法躲开宁成的这两道耳光, 啪啪两声, 宋通直接被宁成这两道耳光扇地飞了起来, 空中带起两道血痕, 然后宋通在空中划了一个湖, 啪哒一声, 犹如一条死狗一般落在地上, 众人只能看见宋通在地上挣扎, 想要爬起来, 可是他挣扎了半天都爬不起来, 周围的修士看宁成的眼光立即就变了, 宋通好歹也是一个念心修为, 在这一片地方可以说是无人可敌, 这里谁敢不听宋通的话, 谁敢违背宋通的意思, 可是现在宋通被这个修士两巴掌拍在地上, 竟然挣扎不起来, 哪怕是画顶修士, 此时也可以看出, 宋通的修为被眼前这个修士废了, 以宋通在这里得罪的人, 他的修为一旦失去, 可以肯定他再也见不到明天的阳光, 宋通是庙馆师的走狗不错, 那是因为他还能走, 如果一旦不能走了, 那他连一条狗都算不上, 庙馆师绝对不会去养这样一个废物的, 跟着宋通一起来的那名俏丽女修, 也露出震撼的目光, 他同样是念心修为, 眼前这个修士可以一巴掌拍飞宋通, 那就说明对方一样可以一巴掌拍飞他, 还没有等他说话, 宁成的目光就落在了这名女修身上, 你和刚才那个人渣是一伙的, 俏丽女修连忙摆手, 不是,我是来自边城商会, 边城商会有一个修饰物品交换会正在进行中, 刚才宋通去向庙馆师禀报的时候, 交换会中的庙馆师, 还有几名客人都邀请朋友一起去, 所以我是爱传话的, 如果朋友不愿意去的话, 我回去回一个话就好了, 宁成岂能不知道这里面的故事, 肯定是宋通向庙无前禀报他身上有三级新丹的时候, 被别人听见了, 或者是庙无前为了利益均沾, 让他主动去送丹药, 如果他拒绝, 那这个女修回去禀报后, 马上就有人来教训他不识抬举, 不用了, 宁成断然拒绝, 倒不是害怕这个修饰交换会, 他现在的修为去这种低级修饰交换会, 根本就毫无用处, 是, 惊扰朋友了, 女修连忙一攻身, 转身就要走, 至于摊在一边的宋通, 他看都没有看一眼, 等等, 宁成突然叫住了这个俏丽女修, 俏丽女修心里一颤, 赶紧站住回头宫颈的回礼, 请问朋友还有什么吩咐, 刚才宁成两巴掌就将宋通拍飞, 甚至废掉了宋通的修为, 这种实力如果要对付他的话, 同样用不了几下, 宋通固然只是一个勉勉强强的念心修饰, 他比宋通要好, 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算是事后, 有人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外来修饰杀了, 他的修为也不可能恢复了, 绝对没有人来为他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修饰, 恢复修为的, 我想要购买一张这一片星空的详细星空图, 最好是能触及到各个低级见面边角的星空图, 你告诉我一下, 在边城的哪一个商店才可以购买到? 这女修听到宁成的问话, 心里才松了口气, 小心地回答道, 朋友想要购买这种星空图估计很难, 各大商店都没有卖的, 这种星空图都是一些大商会拥有, 这些商会拥有这种星空图并不对外出售, 女修没有解释这些商会拥有星空图, 为什么不对外出售, 不过宁成已经猜测到一些原因, 这些星空图一旦出售, 肯定会影响到商会的声音, 宁成顿时皱起了眉头, 她的星空轮虽然有星空图, 因为没有完全链化, 星空图并不完整, 只有一些大的方向线路, 很多小的方向都是没有的, 如果购买不到去无根黑城的星空图, 她要独自摸索的话, 万一方向错了, 那花的时间也太多了, 无论如何, 她都要弄到星空图, 实在不行, 就去福举星的星主家里讲, 她和妙普的仇不小, 顺便将这个肩下八星主给干掉, 妙普在什么地方? 宁成想到这里, 立即就问了出来, 妙普? 这名女修随即就吓了一跳, 她听出来, 宁成说的妙普是谁了, 不就是福举星的星主吗? 这个外来修士, 胆子也够肥的, 难怪不顾后果地废了宋通, 竟然敢这样大咧咧地 问妙普在什么地方? 这不是找死吗? 区区一个碎星修士, 也敢询问星主的下落。 虽然心里极度鄙视宁成, 这女修表面上还是恭敬说道, 星主大人去了穆亚星, 还未归来。 说完, 她也不等宁成继续询问, 就主动说道, 朋友如果想要购买这种星空图, 也不是没有办法。 哦, 你能弄到? 宁成疑惑地看着这个女修, 这个女修看起来地位也并不高, 难道还能帮她弄到星空图? 小妹修为低下, 自然无法弄到星空图。 不过, 刚才我说的那个修士交换会中, 都是一些大人物, 肯定有人拥有这种星空图。 女修恭敬地回答道, 这个交换会在编程肯定是档次很不错的一个交换会了, 进去的人应该都有些身份, 绝对有这种星空图。 想到这里, 宁成对着女修点点头, 前面带路, 我也去这个交换会看看。 说完, 宁成又对异景夫妇招呼道, 你们就在这里等我吧, 我弄到了图后, 马上就来这里。 异景夫妇连忙阴生同意, 宁成刚才两巴掌将一个念心修士的修为废掉, 实在是让他们太震撼了。 按理说, 一个碎心修士,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就废了一个念心修士的修为。 宁成能如此轻易做到, 那只能说宁成的实力远强于一般的碎心修士。 编程商会处在编程最显眼的主街道, 这个商会存在的历史比庙谱担任福举心新主的时间还要长。 听说第一任会主现在已经是天位境高手了, 只是这个会主离开福举心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尽管如此, 编程在福举心还是享有至高的地位。 就算是新主庙谱, 也不会对这个商会指手画脚。 宁成拉着施琼华跟随这名女修来到了编程商会的五楼, 进入一个豪华巨大的大厅。 大厅中跟火通明, 将整个大厅照耀得清晰无比。 将近两百名修士围坐在大殿两边, 十数名女势力在左右。 宁成进来的时候, 大殿中的修士都将目光投了过来, 不过没有人说话。 坐在上手的一共有五六名修士, 其中一名黄脸中年男子扫了宁成一眼, 又将目光落在施琼华身上。 诞生说道, 朋友,刚才宋通说的应该就是你吧? 有一些三级新丹? 没错,就是我。 宁成不等别人招呼, 主动找了两个座位, 和施琼华一起坐下。 我叫谬无前, 尽管你现在来不符合规矩, 但是我还是将你邀请来了。 希望你的三级新丹, 能够给交换会带来一些惊喜。 中年男子见宁成, 似乎根本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眉头微微一皱。 他将宁成叫过来。 有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让其余修士能换到一些三级新丹。 这样的话, 这里很多人对他都会感激。 第二就是, 他想要将冥成收为己用, 再编成碎星修士并不多。 这个外来的碎星修士加入他的阵营, 会让妙家商会更壮大。 当然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 他听说这个碎星修士, 还有一个漂亮无比的道理。 现在看来, 果然是这样。 那个坐在碎星修士身边的女修, 比他洞府内院所有的女人都要强太多了。 第0626章, 交换会。 这个庙无钱果然仗着新主庙谱的威风, 竟然能和交换会方面的人同时坐在上手上。 不过, 宁成现在连庙谱都没有放在眼里, 岂能将区区一个庙无钱放在眼中。 他根本就懒得理睬魔无钱, 直接想要拿出东西交换一副星空图。 有了星空图, 他会立即就走。 哪怕留在这里一天, 他也觉得难受。 魔无钱脸色一冷, 怒气就上来了。 如果说第一次这个外来修士, 不知道他的名头还情有可原的话, 那这第二次不理睬, 那是完全没有见他放在眼里。 就在此时, 一名脸带星空沧桑的男子站了起来, 举起一块银色的材料说道, 我这里有一枚一荒鸡精, 我需要交换的是好的飞行法宝, 或者是防御法宝。 众人的目光立即就被这名男子手中的银色材料吸引住了, 就是凝成也疑惑地看着这名男子。 他隐约感觉出来, 这名男子这个时候拿出东西交换, 似乎故意打断魔无钱的怒火, 有些帮他的意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人心肠还不坏。 不过, 对方一个碎心修为, 如果惹得魔无钱不舒服, 想必也不会好过。 最让凝成注意的不是这些, 而是他手中的一荒鸡精。 一荒鸡精凝成手中也有一块, 是怒浮鼓弄到的。 这是低级界面最顶级的炼气材料, 而且这种炼气材料的价值并不会比一些星空材料低。 对某些法宝来说, 一荒鸡精的材料甚至价格更高。 这人拿出一荒鸡精, 难道也是来自异兴大陆? 想到这里, 凝成的神石立即就渗透了进去。 怒浮鼓的一荒鸡精有一种腐益蕴含其中, 他只要一查探就知道了。 一种本源气息瞬间就被凝成捕捉到, 这不是一荒鸡精, 而是金属性的本源精。 凝成心里震惊不已, 他想不到在这个编程小地方, 竟然能看见金属性的本源精。 这让他想起了火本源精, 当初他就是根据火本源精的来历, 找到火本源珠的。 我出一件高级预战剑, 立即就有修饰报价了。 凝成对这个报价有些无语, 高级预战剑连星级战剑都不到, 就算是购买一枚真正的一荒鸡精都不够, 更不要说购买金属性的本源精了。 本想对凝成发作的妙无钱, 果然被这名突然拿出一荒鸡精的修饰, 吸引了目光。 他眼神有些阴沉, 同时神识也落在了一荒鸡精上。 片刻之后, 他的脸色一变, 眼神变得震惊无比。 这种震惊, 也只是瞬息之间, 就恢复了原样。 凝成知道这个妙无钱, 果然是见多识广, 应该是认出了金属性的本源精。 我出一件高级预战剑, 妙无钱的话一说出来, 立即就让大厅中的修饰惊异不已。 一荒鸡精的确是价值非常高的炼器材料, 而且还极为稍有。 不过就算是这样, 也不值一件高级新战剑。 魔无钱也是无奈, 他没有终极新战剑, 否则的话, 他肯定不会爆出高级新战剑。 拿出一荒鸡精的男子也没有想到, 他的一荒鸡精还可以换取一件高级新战剑。 按照他本来的意思, 这一枚一荒鸡精只要能换取一件初级新战剑, 甚至还是顶级域战剑他都满意了。 他立即就要答应的时候, 一个声音突兀地截断了他的话, 我出一件中品盗器飞行法宝, 外加一件中品盗器防御法宝,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宁城身上。 如果说高级战剑换取一枚一荒鸡精已经够离谱的话, 那中品飞行盗器换取一枚一荒鸡精可不是离谱这么简单了。 更何况, 中品飞行盗器还加上一件中品防御盗器, 这简直是疯了。 在星空中有两类飞行法宝, 一个就是科技战剑飞船, 还有一个就是修饰自己炼制的飞行法宝。 对星空修饰来说, 更加偏向于真正的炼制法宝一些。 这种法宝不但可以任意大小, 飞行上还比科技战剑要灵活。 如果说一件中品飞行盗器和一件初级星河战剑放在一起, 大部分修饰都会选择中品盗器。 而现在竟然有人拿出中品飞行盗器交换一枚一荒鸡精, 更何况还加上一件中品防御盗器。 只要没有疯了, 谁都知道怎么选择。 这个时候, 就算是白痴也知道这枚一荒鸡精不简单了。 能修炼到亏心境界的修饰, 哪里有白痴? 就是那个拿出一荒鸡精的修饰也有些疑惑了。 莫非他手中的并不是一荒鸡精? 妙无前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已经将宝成看成了一个死人。 他虽然富有, 还无法和宝成这样随便爆出中品飞行盗器, 外加中品防御盗器的价格来。 你自己选择吧。 妙无前冷冷盯着那个拿出一荒鸡精的修饰, 语气冰寒地说道。 这显然是威胁了, 如果要在高级新战舰和中品飞行盗器 加中品防御盗器之间选择, 傻瓜也知道选择两件中品盗器。 妙无前说出这个话, 是在提醒这名修饰, 如果不选择和他交易的话, 那就是找死。 这名修饰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如果不是宁成报价, 他会很开心地选择和魔无前交易。 现在宁成报价比妙无前高出太多了, 这魔无前还让他自己选择, 这威胁也太赤裸裸了。 一旦他没有选择魔无前, 就算是得到了两件中品盗器, 估计也无法再编程立足了, 甚至小命都会送掉。 哈哈, 宁成哈哈一笑, 老子见过不要脸的, 还没有见过你这种不要脸的垃圾。 魔无前大怒, 就连片刻时间也无法容忍宁成坐在这里了。 他呼地站起了起来, 浑身气势疯狂地扩散出去, 整个大厅都显得消杀不已。 宁成本想等买到东西后, 再杀掉这个妙无前的。 既然这家伙如此急着找死, 那就先成全了他。 宁成正想站起来干掉这个家伙的时候, 坐在魔无前身边的一名白面男子, 忽然笑呵呵地站起来说道, 大家能来我编程商会参加交换会, 是我编程商会的荣誉。 我编程商会最重的是讲究信誉, 请各位朋友给我龙子文一个面子。 有什么纠纷不要在我商会闹, 交换会结束后, 随便怎么闹都可以。 魔无前犹豫了一下, 冷眼再扫了宁成一眼, 这才再次坐了下来, 可见他对编程商会还是很忌惮的。 宁成见魔无前没有急着找死, 也不急着杀他, 而是取出一枚丹药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说道, 这是一枚容兴丹, 还是特等的, 宁成这句话根本就没有说完, 就被周围炙热的目光和惊声打断了。 此时在大厅中所有的修士 都红着眼睛盯着宁成面前的丹药。 有几名修士甚至站了起来, 似乎就要冲到宁成面前抢夺。 容兴丹啊, 据星镜突破星桥镜的凭借, 这种丹药谁不想要? 至于特等不特等, 早就被别人忽略了。 这个小地方还管你, 什么特等不特等? 只要有容兴丹, 就会让人疯狂。 妙无前同样眼珠通红地盯着容兴丹, 他心里发誓, 这枚丹药他一定要弄到手。 他距离星桥只有一步之遥, 只要有了这枚丹药, 他铁定可以晋级星桥镜。 那个时候, 他就是一方霸主了。 这里的修士, 虽然一个个眼珠通红地盯着容兴丹, 却没有谁敢上前去抢夺。 不是叛宁成, 因为是交换会, 一旦谁上前去抢夺, 那就是找死。 朋友这枚容兴丹如何交易? 刚才还让别人给一个面子的龙子文, 第一个忍不住, 问了出来。 他同样是巨星圆满修为, 只差一步就可以晋级星桥。 容兴丹对他的吸引不会比谋无前差半分。 我想要购买一枚最详细的星空图, 最好是能够接触到各个低级界面边界的。 宁成诞生说道, 宁成的话一说出来, 很多修士都有些失落, 这种预检他们也没有。 就算是一些有预检的小商会直视, 也犹豫起来。 每一个商会的地图预检都是聚宝盘, 不会轻易交易出去的。 在星空和虚空中, 有无数的陨石流和妖兽等等不知名的危险, 拥有一条安全的线路, 这是各大商会的底牌。 某无前忽然有些后悔, 早知道这个外来修士身上有这种好东西, 他绝对不会让这个修士来这里。 他会主动离开这个交换会去寻找这个修士, 先将他的东西弄到手再说。 尽管心里后悔, 某无前还是抢在第一个拿出一枚预检扬起。 我这里有一枚详尽星空预检图, 包括了周边众多低级界面的位置。 某无前还拿着手中的预检图在说道, 龙子文却直接将手中的一枚预检送到了宁成的面前。 朋友, 这是我编程商会最珍贵的星空图。 不但标注了众多的低级修真界面位置, 连名字线路, 图中有可能预检的危险都在其中。 妙无前和龙子文一出手, 别的人就算是想要, 也知道没有机会了。 不是他们的实力, 不如这两个人。 而是这两个人拿出来的预检, 肯定是最详尽的。 他们就算是要拿出, 也比不过这两个人。 宁成抓过龙子文的预检, 神识随意地一扫进去, 就知道这是一枚真正的详尽星空图。 因为上面连无根黑城的位置和名称都标注了, 无论别人的行不行, 宁成已经没有兴趣在看其余的。 他抬手就将这枚预检收好, 拿起荣心丹说道, 我就和你交易了。 且慢, 妙无前心里大吉, 再也顾不得规矩, 当场就叫了出来。 第0627章, 再回无根黑城, 宁成完全不理魔无前, 将丹药丢给龙子文后, 就站了起来。 东西到手了, 他哪里还会继续和这个魔无前啰嗦。 妙兄, 交易已经结束了。 龙子文忍住激动, 将丹药收起后说了一句。 魔无前脸色仗得漆黑, 就在此时他手中的通讯珠忽然亮了起来。 他低头看了一眼通讯珠, 立即立声叫道, 就是, 你刚才杀了宋通, 今天我妙无前在此发誓。 如果让你走出了这个大门, 我妙无前被雷轰杀。 说话间, 魔无前的有些可怕地扫了一下边上的龙子文。 他说出如此狠话, 与其是说, 是说给这个拥有容兴丹的碎星修士的。 还不如说, 他是说给龙子文听的。 龙子文听到魔无前的话, 也吓了一跳。 宋通是妙无前的一条走狗, 他很清楚。 如果这个修士杀了宋通, 他还真的不能帮忙说话。 再说, 容兴丹已经到手, 如果他继续和妙无前作对, 说不定会引起魔无前的反弹。 魔无前发誓, 绝对是给他听的。 如果他得到了容兴丹后, 还反对妙无前杀这个外来修士, 那他和妙无前之间必定会闹起来。 想到这里, 他并没有继续说这里是编程商会之类的话, 而是选择了沉默。 宁丹诞生说道, 你说的没错, 就是我废了宋通, 我本来要杀妙普的。 可惜的是, 这家伙运气真是好, 竟然不再浮举星, 捡到一条狗命。 所以, 我只能杀几个小东西出出气, 话音未落之间, 宁丹的强大气势就席卷出。 尽管他只是针对魔无前的, 但是两边的修士都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压制。 就连站在魔无前身边的龙子文也感觉到呼吸不畅。 这一刻,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脸色大变。 原本都以为宁丞死定了, 可是现在再也没有人敢这样想。 所有的人都在鼓动星园, 想要让那种压抑减轻一些。 这绝对是一种实力上的强大压制, 只有实力远远强于他们的人, 才可以施展这种可怕的压制。 首当其冲的妙无前一张脸更是被压制得苍白, 张口就是一口鲜血喷出, 不等他说话, 一个由纯粹星园化成的大手已经将妙无前笼罩住, 随即就将他的脖子掐住拎了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 那些还在盘算等宁丞出去暗算宁丞, 准备抢夺宁丞身上其余东西的修士都是两股战战。 能将妙无前用星园大手拎起, 这是什么修为? 这不但要强大的领域, 还有强大的星园支持。 更要强大的修为气势压制才可以办到。 有些修士甚至以为宁丞是天卫镜高手了。 去抢劫这种修士, 那真是活你了。 这一刻, 根本就没有谁敢说半个字。 都怕万一触怒了宁丞, 下一个被拎起来的就是他了。 前, 前辈, 谋无前被宁丞用星园大手拎起, 早已吓得六魂不在。 此时他恨不得打自己几个耳光, 这人能如此嚣张地拿出荣心丹, 还根本无视他谋无前, 又岂能是简单之辈。 他一向在编程嚣张惯了, 竟然连这个都没有想到。 你刚才说让我走出这个大门, 你就要被雷轰杀? 宁丞看着谋无前, 语气平静地问道。 谋无前惨然求饶道, 前辈, 求前辈饶命, 晚辈瞎了狗眼, 胡言乱语, 宁丞微微一笑, 你可不是胡言乱语, 说话间, 几道雷狐忽然凭空出现, 落在了庙无前的头顶。 轰轰轰, 在几道雷狐的轰击下, 谋无前神魂俱灭, 就连尸体都化成了一堆黑色的干柴。 大厅中更是寂静无声, 就连呼吸都被压抑起来。 谁不要命了, 敢在这个时候多话? 所有的人都在想着刚才的雷狐。 谋无前前面刚说被雷狐轰杀, 这就被雷狐轰杀了, 报应来的也太快了一些。 这个修士的如此强大手段, 要说杀掉伏举星的新主妙谱, 没有人怀疑。 妙谱也不过是一个不死尽修士而已, 最多也只是和这个修士差不多的威势。 多谢前辈赐丹, 龙子文硬着头皮恭敬地说了一句。 这里是他的地盘, 眼前这个前辈刚刚杀了魔无前, 如果他再装死不说话, 万一这个前辈恼怒起来, 整个编程都会化为积粉。 宁成恩了一声, 并没有在意龙子文。 而是将目光盯向了刚才那个拿出一荒极精的修士,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出去谈谈? 晚辈遵命。 这名修士赶紧躬身说道, 根本不敢说什么不字。 直到宁成拉着施琼华和这名修士离开大厅, 大厅中的修士这才无形中松了口气。 一些承受能力差的修士早已是一身的冷汗。 所有的人都在想, 这个强大无比的大能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没有人敢继续议论宁成。 至于这个前辈身上的好东西, 更是连想也不敢想了。 前辈, 晚辈愿意和前辈交换一件盗器。 刚刚走出编程商会, 这名修士就见机地取出了那枚矿石。 宁成收起矿石, 仍然将一件飞行法宝和一件防御法宝递给这个修士, 不, 就交换两件。 这个东西的确不是一荒极精, 不过对你也没有什么用处。 我看你修炼的功法, 应该是偏向火属性。 是, 晚辈的主灵根真是火属性。 这名修士赶紧躬身回答道, 同时小心地将两件法宝收了起来, 心里也是激动不已。 这一转眼, 他就得到了一件中品飞行道器和一件中品防御法宝。 有了这两样东西, 以他现在的能力, 就算是离开浮举星, 也可以去别的地方。 宝逞点点头, 我只有一件事问你, 你的这枚金石是从哪里得到的? 这名修士早就猜到宝逞要问他这个, 否则不会将他叫出来。 他立即回答道, 这枚金石是十多年前, 我在浮举星之外的星空中给一名前辈指路, 那名前辈随手留给我的。 宝逞心里有些失望, 这样一来, 他仅仅是得到一枚金本元金而已。 想要得到金属性的本元珠是不可能了。 不是每一次都有得到活本元珠的那种运气。 想到这里, 他也就释然了。 不过宝逞认为, 这个修士应该没有乱说, 能结成金本元金的地方, 绝对是金气纵横的危险之地。 这个修士只有碎星修为, 应该还无法接近这种地方, 得到这种本元金不死。 再说了, 就算是这名修士得到金属性本元金不死, 也不会将金本元金包裹了一层银色一荒基金拿出来交换。 送你金时的前辈之如何模样? 宝逞只好再次问道, 这名碎星修士很快就在空中画出了一个模糊的影像。 前辈, 我只能记得一些模糊影像, 至于那个前辈具体样子, 晚辈也不敢亏他。 宝逞叹了口气说道, 我知道了, 你可以走了, 谢谢你。 是, 感谢前辈后赐, 晚辈告辞。 这名修士功身倒退着, 迅速离开。 宝逞收起本元金, 心里知道这个送本元金给刚才那个碎星修士的家伙, 如果知道他送出来的是本元金化, 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主。 就算是他, 也不可能随意将本元金送给一个指路的修士。 宝逝兄回来了, 宝逞再次来到边城外面那排简陋住处的时候, 易景和常曼英立即就惊喜地迎了上来。 我和景哥还担心魔屋前会找麻烦, 正交几件。 常曼英是真的担心宝逞被找麻烦。 这不仅仅是因为宝逞救了他和易景一命, 更重要的是, 这其中涉及到去看自己女儿一竹竹的事情。 若是宝逞出事了, 他们就算是知道女儿在无根黑城, 也很难过去。 宝逞笑了笑, 他是想找我麻烦, 不过被我杀掉了。 啊, 杀掉了魔屋前, 还若无其事地在这里。 易景和常曼英呆滞地看着宝逞。 不说这些了, 我地图现在到手, 我们去无根黑城看看。 宝逞早已等不及了。 若不是为了这个地图, 他一到这里就会离开。 是。 易景和常曼英强压住内心的震惊和不解, 没有询问宝逞。 尽管宝逞说话很平易近人, 但是他们和宝逞并不熟悉。 秀为上巨大差距造成的拘束, 是没有办法用几句话弥补的。 龙子文给的星空图, 的确是详细无比。 按照这个星空图, 仅仅用了五天时间, 宝逞的神识就扫到了无根黑城。 无根黑城一如既往, 外面还是他曾经布置下来的阵法。 宝逞没有用神识破去无根黑城的阵法, 他很焦虑, 怕自己的神识破开阵法后, 却发现洛飞不在无根黑城。 两位和我一起出去吧。 无根黑城到了。 宝逞叫了一句, 还在甲板上闭目修炼的易景夫妇。 什么? 无根黑城到了? 易景和常曼音呼地站了起来, 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宁城, 眼里全是震撼。 五天时间就从伏举星到了无根黑城, 就算是天未尽, 恐怕也很难吧。 他们本来还以为, 至少还需要几年时间, 才可以到无根黑城的。 可是五天时间, 这个也太让他们震撼了。 尽管震撼, 两人还是从星空轮上下来。 当两人看见眼前这个悬浮在虚空中的灰色城市, 还有城门口无根黑城几个字, 这才确信, 无根黑城是真的到了, 宁城没有说假话。 第0628章, 薄情, 城主, 一个惊异的声音响起。 书星, 是你? 你没有离开无根黑城? 咦? 不对啊。 宁城也认出了这个修士, 一星大陆十大宗门之一, 新罗府的书星。 当初他杀掉无根黑城城主, 回到无根黑城的时候, 正好遇见书星和布梅来到无根黑城, 因为两人没有足够的黑币支付入城费用, 还是他帮了他们的忙。 后来, 书星就一直在无根黑城的城主府做事, 布梅就是他的道旅。 当初宁城听他说布梅是他道旅, 心里还有些惊艳。 毕竟, 布梅是斩情道宗的弟子, 对斩情道宗的弟子宁城很是不喜欢。 这些人自私自利, 一旦要斩情的时候, 对身边的人毫无情义可言。 宁城说, 不对的不是书星还没有走, 是因为当初他遇见书星的时候, 书星就画顶二层了。 后来跟着他在无根黑城待了一段时间, 修为更是上升。 但是现在宁城发现, 书星才刚刚画顶一层, 也就是说, 这些年过去, 书星的修为不生反而下降了。 不过宁城没有心情询问这些, 他关心的是洛飞。 书星, 我妻子纪洛飞可好。 书星脸色微变, 沉默了下来。 宁城心里一紧, 再也不考虑会不会破坏无根黑城静置的事情, 神石铺天盖地地轰了出去。 整个无根黑城的静置在宁城的神石下, 犹如不设防的露天广场一般, 清晰无比地出现在了宁城的眼下。 宁城立即就看见了义竹竹, 义竹竹正在城竹府星空元气最浓郁的洞府修炼, 那个洞府中还有一名男子也在修炼, 不过他却没有看见己洛飞。 宁城的脸色立即就沉了下来, 那个洞府是他和洛飞修炼的地方, 义竹竹在这里修炼他没有意见, 可是义竹竹竟然允许一名男子也在这里修炼, 让宁城火冒三丈。 他相信, 以洛飞的性情, 就算是要离开无根黑城, 也会带义竹竹走的。 义竹竹没有走, 说明洛飞也没有离开无根黑城。 洛飞没有离开, 义竹竹就不应该让男子进入这里修炼。 无论如何, 义竹竹是他领养的, 而且义竹竹的父母也被他带回了无根黑城。 在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之前, 宁城尽管恼火, 还是没有发作。 他回头看着书信沉声问道, 我妻子纪洛飞是不是离开无根黑城了? 现在无根黑城的城主是谁? 书信赶紧答道, 自从十年前, 洛飞城主陷入暴风之桥后, 无根黑城就是义竹竹城主在管理。 义竹竹? 常曼英颤声叫了一句。 宁城没有理会常曼英, 神石刀忽然披在了义竹竹和那名男子修炼的洞府。 狂暴的心园暴动, 直接将两人轰出一口鲜血, 让修炼中的两人立即震惊地站了起来。 无论因为什么事情, 洛飞被困在暴风之桥, 义竹竹带南修进入洛飞修炼的地方, 宁城都不会原谅他的。 宁城拉着师兄滑几步就来到了城竹府之中, 书星很是见机地跟了过来。 义竹竹和那名男修刚刚走出修炼的洞府, 就看见了满脸阴沉的宁城, 他下意识地就要惊喜迎上来。 不过随即脸色就是一变, 整个身形都顿住了, 似乎想起了什么。 竹竹, 哪怕这么多年不见, 常曼英和易锦依然是一眼就认出了义竹竹。 爹, 义竹竹这才看见自己的父母都来到这里了, 更是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感, 冲了上去。 这一刻, 就连宁城也被他望在了一边。 宁城脸色冰冷, 并没有说话。 这些年过去, 义竹竹都到了洁生近一层了, 可见他的资质的确是无人能比。 这应该还是有修炼资源的限制, 否则他说不定都晋即欲尽了。 那名跟随义竹竹一起出来的南修, 才画顶六层修为。 宁城的神石一扫, 就知道他的资质比起义竹竹来差得太多了。 宁城有了两个妻子, 而且他自己的修为都要到新桥进巅峰了。 义竹竹和这名南修身上的气息, 他立即就感受出来, 这两个人已经有了夫妻之事。 竹竹, 赶紧向你宁叔叔打招呼, 不是宁师兄相救。 我和你爹哪里有机会来这里看你? 早就死去了。 常满因这才想起女儿似乎没有和宁城招呼, 这太没有礼貌了。 无论如何, 他们一家三口都是宁城救的。 宁城对义竹竹更是有养育之恩, 面对这种大恩, 女儿竟然忽略了宁城, 这太不对。 他们一家三口见面是惊喜, 但无论如何, 这种惊喜也要往后压一压。 叔叔, 义竹竹脸色有些复杂地来到宁城面前躬身毅礼。 宁城没有因义竹竹的招呼, 只是平缓地说道, 洛飞去了什么地方。 为何洛飞修炼的地方, 有别的南修来? 那南修的神识毫无忌惮地在宁城身上扫了一圈。 当他发现宁城完全没有任何气势的时候, 眼里立即就露出不屑。 竹竹, 这个家伙是谁? 义竹竹连忙拦住这名南修, 行哥, 别乱说话, 这是宁城叔叔。 我知道了, 几落飞的道理。 南修说话间, 眼神落在了施琼华的身上。 他并没有将宁城看在眼里, 因为他知道义竹竹的厉害。 义竹竹是杰生镜一层, 可就算是杰生镜后期的修士对上义竹竹, 也是没有机会。 更何况, 在吴根黑城, 义竹竹是城主, 只要招呼一声, 无数的军队修士和强者就会过来。 你现在滚! 宁城冷眼盯着义竹竹背后的这个南修。 寒生说道, 义竹竹脸色立即就变得苍白起来, 就是义竟和常曼英也觉得不对了。 这个南修似乎和自己的女儿关系不一般。 而宁城又似乎对这个南修很是不爽。 如果不是宁城身边的施琼华比义竹竹优秀无数倍, 他们都要再想是不是宁城喜欢女儿竹竹, 所以心里不爽了。 宁城, 我听说过你的名头, 通过暗算的手段杀了原来的城主, 又通过阵法的手段在吴根黑城暗算了其余的几个势力, 这才登上城主的位置。 不过人要懂得进退。 这些年你在外面, 吴根黑城都是我跟竹竹辛苦支撑起来的, 别一来就指手画脚。 这名南修听见宁城叫他滚, 眼里立即就露出杀机。 他在吴根黑城这些年, 哪里听过这种侮辱? 如果不是看在义竹竹的面上, 他马上就要调动人来教训宁城了。 宁城根本就没有理这名南修, 毅然平静地盯着义竹竹。 你回答我的话。 义竹竹微微一颤, 躬身说道, 洛飞姐应该被困在了暴风之桥。 我一直想办法要将洛飞姐姐救出来, 只是每次都失败了。 暴风之桥在什么地方? 宁城语气依然平静, 但是义竟和长曼英心里却有些担忧。 他们可以感受出来宁城的愤怒。 城主, 我这里有一枚去暴风之桥的预检图, 一直跟着宁城过来的书信, 赶紧取出一枚预检递给宁城。 宁城抓过预检, 神石扫了一下, 心里的杀机就愈发墙盛。 这个地方的预检图他也有一张, 当初序亮志想要暗算他的时候, 给他的就是这样一张预检图。 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地方。 按理说, 洛飞知道这个地方很危险, 不会过去, 为什么还是被困在这个地方啊? 义竹竹身边的那名南修听到书信的话, 顿时大怒。 书信, 你已经被赶出城主府了, 怎么又来这里? 还有你叫谁城主? 现在的城主竹竹, 不是不相干的人。 宁城杀鸡大圣, 只是不等他动手, 义竹已经飞身上去, 抬手就是两个耳光。 直接将这名男子拍飞了起来, 空中见起两道谢谢。 他在一边听了这么长时间, 也听出一些缘由了。 自己女儿喜欢的这个南修, 竟然不将宁城放在眼里。 不要说宁城的修为可以顺杀他, 就算是不能, 这个男子也不是女儿的良配, 这简直忘恩负义。 爹, 你怎么打行歌? 义竹竹看见南修被义竹两巴掌轰飞, 赶紧冲上去, 将这南修扶了起来, 惊慌无比的责问。 义竹正想说话, 却被宁城拦住了。 宁城语气平静地问道, 义竹竹, 洛飞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 洛飞姐姐听说, 你被困住暴风之桥, 焦急之下, 所以带着我去那里寻找你。 义竹竹赶紧回答道, 宁城冷笑道, 洛飞知道我肯定不会去那个地方的, 怎么可能去那里? 如果你今天不说出明确的理由, 别怪我落手无情。 前辈, 听到宁城的话, 义竹和常曼英焦急地叫了一句, 甚至连宁师兄都不敢叫了。 因为杭哥正好在那附近, 看见一大群暴金风, 追着你冲进了暴风之桥。 他录下了当时的水晶球, 洛飞姐看见了水晶球后, 这才下定决心去找你的。 义竹竹吸了口气, 实话说道, 宁城的冰寒的目光, 落在了被义竹竹扶住的男子身上。 你看见我被追进了暴风之桥, 还录下了水晶球。 这南修根本就不回答宁城的话, 直接对义竹竹说道, 竹竹和一个外人多说什么, 杀了他。 杭哥, 宁叔叔是我的救命恩人, 又是我爹娘的救命恩人, 义竹竹赶紧揉声劝道。 宁城没有继续询问这个南修, 而是平静地看着义竹竹道, 义竹竹, 洛飞被困在暴风之桥, 你去救过他几次。 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三次, 最近的一次在九年前, 义竹竹说到这里忽然顿住了, 他这才发现自己去救洛飞姐姐的三次都是第一年。 而后的九年, 他从未去过。 宁城心里充满了失望, 义竹竹阅历少, 被人骗了情有可原。 如果他心里还记得他和洛飞对他的好, 就算是再被骗了, 也会努力地去救洛飞。 连洛飞这种恩人, 他都可以忘记, 和这种薄情之人, 他宁城再也没有话说。 第0629章, 暴风之桥, 宁城没有理睬愣住的义竹竹, 冷眼盯着义竹竹身边的那名南修。 你为什么要弄虚假水晶球, 去欺骗洛飞? 给你三夕时间, 三夕时间如果不说的话, 那就永远也不要说了。 竹竹, 此人竟然当着你的面如我, 我…… 说话间, 这个叫杭哥的南修脸色已经气得通红了, 似乎再也忍不了这口气。 好在他还知道自己不是宁城的对手, 只能叫义竹竹出手。 还在愣神中的义竹竹, 似乎被这名南修提醒, 回过神来, 连忙对宁城说道, 宁叔叔, 杭哥是我的道旅。 宁城抬手一挥, 拦在他面前的义竹竹, 直接被他轰开十数米远, 撞在了墙壁上。 下一刻, 宁城已经抬手幻化出一道心圆手掌, 拎起了这被义竹竹称之为杭哥的南修。 此时就算是义竹竹都呆置住了, 之前他没有去查探宁城的修为, 在他看来, 宁城最多节省后期。 而且, 他也从未想过要和宁城作对。 现在却没有想到, 宁城仅仅凭借气势就压制住他无法动弹, 这修为比他要高出太多太多了。 那名南修这一刻终于知道害怕了, 他也明白过来, 义竹竹和宁城相差得太远太远。 只是不等他求饶, 就感觉到自己身体一轻, 随即一道无形的罩子将他完全罩住。 前辈, 我说了, 这名南修仅仅是说了几个字, 一团火焰就落在了这个无形的护罩当中, 将他完全笼罩起来。 一声撕裂的惨叫传来, 就连站在一边的书信不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 不要, 义竹竹嘶叫一声, 扑了过去, 想要将那名被火焰灼烧的南修救出。 可惜的是, 他的修为连接触宁城的护罩都不可能, 更不要说救人了。 宁城看都没有看义竹竹一眼, 只是对义锦和常曼英夫妇抱了一下全说道, 多谢两位当初出手帮助燕妓, 咱们就此别过。 说完, 宁城忽然提声说道, 吴根黑城的所有朋友, 我是吴根黑城曾经的城主宁城, 今天再次回到吴根黑城, 因为不会久留, 所以吴根黑城的城主现在由书信担任。 我过一些时日会回来看看, 若是有阴奉阳违的, 别怪我不客气。 整个吴根黑城的修士都震惊地看着天空, 因为宁城的声音哪怕隔着无数静置, 也清晰无比地传送到每一个人的耳边。 这种修为, 哪里还有人敢不服气? 更何况, 当初宁城为了救吴根黑城, 亲自引走了暴京风, 每一个吴根黑城的修士都受过这种大恩。 可以说, 如果要找一个吴根黑城最有威望的人出来, 那必定是宁城无疑。 几乎是在宁城说完这句话的同时, 整个吴根黑城的修士都气声高呼, 支持宁城主。 这一刻, 只有那名被义竹竹叫着行歌的修士, 还在火焰当中嚎叫。 义竹竹看见自己无法打开宁城的护照后, 哭着冲到宁城面前, 想要求宁城网开一面, 放了他的行歌。 宁城完全不理义竹竹, 只是对还没有从惊喜中清醒过来的书信打了一个招呼, 身形一闪, 带着施琼华瞬间就消失不见。 这个南修将洛飞骗入暴风之桥, 无论他是谁, 宁城也必杀无疑。 如果不是看在义竹竹是被骗的份上, 他会毫不留情地将义竹竹杀掉, 岂会因为义竹竹求情? 而放过这个, 害了洛飞的凶手。 易景和常曼英呆呆地看着宁城消失的背影, 他们自然明白宁城最后那句话的意思。 那就是说, 他们夫妇救了燕姐, 宁城也救了他们一家三人。 从现在开始, 大家恩怨了结, 葛不相欠。 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 如果义竹竹再犯在他的手中, 他会毫不犹豫地下杀手。 不要走, 义竹竹还在尖叫, 但是宁城早已消失不见。 易景赶紧上前将义竹竹拉住, 女儿实在是太过分了。 全家的救命恩人来了, 半句感谢和问候都没有, 却将整个身心都放在一个 害了恩人妻子的仇人身上。 咔嚓, 被宁城用火焰卷住的南修终于被死, 整个身体发出一声脆响, 随即在空中消散得无影无踪。 义竹竹呆呆地看着他那已经消失的行歌, 神情呆滞, 浑身颤抖, 两酒都漠然不语。 竹竹, 常曼音担忧地叫了一句女儿, 伸手拉住了女儿的手。 义竹竹缓缓抬手, 将常曼音的手推开, 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 看着宁城消失的方向, 握紧了拳头, 眼里慢慢地有了一层灰色。 宁城和施琼华冲出无根黑城, 仅仅一炷香时间就来到了预检图指着的地方, 风暴之桥。 一道道细微的清风符过来, 宁城的神石已经扫到了一座桥, 确切地说是一座有微风构成的风桥。 风吹起的形状和桥一般, 而且既不扩散, 也不停息。 这座风桥足足有将近百里长, 一直延伸到一个残破虚空岛的边缘。 宁城这才注意到, 这个残破的虚空岛竟然连他的神石也无法渗透进去。 琼华, 这里可能有些危险, 你先进入小世界, 我进去看看。 宁城相信以他现在的修为, 小世界就算是不放在玄黄珠的小五行阵法中,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让施琼华进入小世界后, 宁城立即就冲了过去, 当他沿着风桥来到这个残破虚空岛边缘的时候, 立即就有一股强大的漩涡犀利传来。 这股犀利强大无比, 如果宁城不是星桥镜修为, 他肯定被吸进去了。 不过宁城并没有强行退走, 他反而上前一步, 冲进了这漩涡犀利之中。 宁城一进入这个漩涡中, 强劲无比的风暴, 就席卷而来。 宁城肯定, 就算是普通的星桥镜, 甚至不死镜修士来这里, 也无法稳住身形, 渗透出自己的神石。 宁城不是普通的星桥修士, 他虽然无法稳住自己的身形, 神石却可以渗透出去, 而且他也不至于被这种暴风挂得四处飘荡。 很快宁城就明白了, 为什么这里叫暴风之桥? 这里到处都是狂暴强风, 而且这些暴风吹动的方向很是怪异, 在这一片空间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风桥。 这些风桥和外面那种微风完全不同, 而是强劲无比。 宁城暗自揣测, 这种强大的暴风桥, 只要被刮一个正着, 就算是劫生进修士, 也可能被撕裂。 想到这里,宁城顿时担心起来, 他走的时候, 洛飞还在画顶九层左右。 如果洛飞进入这里面, 还没有晋级节生镜, 那可就糟糕了。 他有些后悔, 来之前竟然没有问一下洛飞的修为。 越担心, 宁城就越冷静。 他的神石从一道又一道交错相杂的暴风桥之间扫出去, 在这些暴风桥之下, 有无数被暴风吹出的岩洞。 这些岩洞有些是中空的, 有些是和普通洞府一般。 随着宁城的神石观察, 他发现这里的岩洞有些是暴风的盲区。 也就是说, 这里有暴风吹不到的地方。 宁城看清楚这个后, 心里又是一阵。 如果洛飞能找到这样一个岩洞, 那就算是在里面修炼个十几年,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 宁城自然不会进入这种没有风的岩洞。 他在这些狂暴的风桥之中, 随着暴风游动, 同时神石一路扫过去。 任何一个岩洞, 在这个时候都逃不过宁城的神石。 半炷香后, 宁城就知道他的猜测是正确的。 因为他的确看见了 有修饰在暴风吹不到的地方修炼, 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 这就说明, 洛飞也有可能在这种岩洞中修炼。 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无风岩洞 被宁城神石查探过, 宁城心里越来越焦急。 他至少看见了十几个幸存的修饰, 但是这其中没有纪洛飞。 又是一炷香过去, 一个巨大无比的暴风岩洞 出现在宁城的神石当中。 这个暴风岩洞至少有前面中等大小暴风岩洞的数十倍大小, 而且里面层次分明。 更重要的是, 这个巨大无比的暴风岩洞中 没有暴风吹进去。 狂暴的暴风之桥 在岩洞外面交叉和混乱, 可以肯定一般的修饰 落在这个暴风岩洞中 只能保住性命, 想要逃出来 那是千难万难。 就算是欲尽修饰, 一出来也会被洞口的狂暴风桥 撕裂成为碎片。 宁城身形无法禁止, 他控制住自己身体被暴风吹动的速度, 神石小心地渗透进暴风岩洞中。 这个暴风岩洞中不但有修饰, 而且还不止一个人。 这里面有男有女, 这些修饰都各自占有一块地盘凝神修炼。 不过被困住这种地方, 星空元气不足, 又没有单药和修炼修资源。 想要晋级, 实在是太困难了。 这里被困的修饰大部分是节生镜, 只有几个别的画顶后期修为。 宁城一个又一个修饰地扫了过去, 当他看见角落出的一名粗布衣服的女修之时, 顿时眼圈一红。 有一种哽咽堵在他的咽喉, 洛飞, 他终于看见了洛飞。 狂暴的风桥卷了过来, 想要将宁城带入更深处。 宁城哪里还会再远离半步? 抬手就是一拳轰出, 落在了卷来的风桥之上。 神通, 落日黄昏。 时间在这一刻无限缓慢下来, 坐在角落处的纪洛飞却突然被惊动, 呼地站了起来, 惊异不定地看着洞口。 第0630章一直在等你, 纪洛飞一站起来, 所有的人都将目光集中在了纪洛飞的身上。 这个洞府早已保持了一个平衡,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是不会有人随便乱动的。 纪洛飞节升七层, 在这里面算是高手。 这样一个高手突兀的站来, 所有的人都警惕起来。 很多人都在想, 是不是这个女人觉得自己修为进步很大, 所以要重新划分地盘。 因为, 在这里面纪洛飞的地盘和她的修为不相衬, 结升七层的修为在这里面绝对是占据最好地盘的一部分人, 而不是待在一个小小的角落处。 如果纪洛飞抢地盘, 那这里面马上就会再次形成混战。 这里每次来一个新人就会引起一场混战。 相对来说, 这个叫纪洛飞的女修来这里, 引起的混乱是最小的了。 纪洛飞并没有对周围的邻居动手, 而是缓缓走向了洞口。 当她经过一名中年南修的地盘之时, 这名南修立即就站了起来。 这位道友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地方。 纪洛飞就好像没有听到这个修士的话一般, 依然自顾走了过去。 哪怕不是纪洛飞的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 这名修士也不能忍了。 否则, 以后她在这个洞府中再无立足之地。 这名修士抬手就寄出了自己的法宝, 轰向纪洛飞。 她并没有下杀手, 仅仅是想要通过出手将纪洛飞破回去。 不是她不想下杀手, 而是她怕纪洛飞怒火上来。 她才结升三层, 纪洛飞都结升七层了。 所有的人都盯着纪洛飞, 想要知道纪洛飞将如何处理这件事。 纪洛飞修为虽然高, 却很少挑衅这里面的修士, 也从不起争端。 如现在主动挑起事情, 还是第一次。 也正因为如此, 这里的修士对纪洛飞的身手到底有多厉害, 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当初纪洛飞来到这里的时候, 虽然引起了混乱。 不过, 在一名化顶修士被杀掉后, 纪洛飞占据了对方的地盘, 也没有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 所以, 别人虽然忌惮她, 却没有直观印象。 如纪洛飞这样一个绝色女子, 没有人主动找她。 不是因为这里面的人认为大家要同舟共计, 而是因为纪洛飞的修为士结生七层, 别的修士不敢找。 纪洛飞有一种感觉, 凝城的气息就在外面, 她无法阻止自己冲出洞府去看凝城。 而在这个时候, 竟然有人要阻拦她, 她岂能容忍。 她的心缘完全鼓动起来, 一道七彩琉璃光芒轰出, 这名阻拦纪洛飞修士的法宝立即就被轰飞。 强大的心缘让这名修士战都没有办法站住, 直接被心缘力量带飞了起来, 撞击在洞壁之上。 而纪洛飞就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 依然走向洞口。 甚至都没有想到这一次出手, 爆发力量甚至超出了她的修为范围。 周围一片寂静, 就连唯一的一名洁生八层修士都震惊地看着纪洛飞。 她没有动纪洛飞, 是因为她一心全部铺在了修炼之上, 对女人没有兴趣。 可是此时她才明白, 这个女人居然如此厉害。 如果自己和她打起来, 多半会不敌。 此时地盘在纪洛飞行走线路上的修士纷纷让开, 一个大家都看出来了, 纪洛飞不是为了抢夺地盘。 第二纪洛飞的修为彻底镇住了周围的修士。 砰, 一道被暴风之桥卷过来的身影冲了进来。 原本正正盯着洞口的纪洛飞, 忽然疯了一般冲上去, 一把将这个身影抱在怀中。 宁城, 老公, 真的是你。 纪洛飞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她的手, 她的腿, 甚至是她的身影。 她看得清楚, 落在自己怀里的就是宁城。 不, 就算是她闭上眼睛, 也能知道在她怀里的就是她想要找的人。 宁城伤势不重, 消耗却太大。 哪怕她是新桥进修位了, 在这种暴风之桥中顺流而走还可以。 一旦强行施展黄昏神通, 想要让暴风之桥有瞬息的停滞, 甚至还要逆行冲上来, 就算是宁城的修为也不够。 她在施展出黄昏神通的瞬间, 狂暴无比的暴风之桥, 就将她的心缘和神石消耗一空。 若不是她坚强无比的意志, 还有黄昏神通的逆天, 她恐怕还没有冲出暴风之桥, 就再次被卷得更远了。 尽管如此, 她依然被暴风之桥边缘的风暴撕出道道血口, 看起来身上血迹斑斑甚是吓人。 不过宁城心里很清楚, 她并没有受多大的伤, 仅仅是一些皮肤伤害而已。 以她的身体, 哪怕失去了心缘, 这暴风之桥想要将她撕裂, 还差了一些。 只要她的心缘和神石恢复, 她将在短短时间恢复如常。 此时她被纪洛飞抱在怀里, 心神激动之下, 竟然忘记了取出丹药送入口中。 洛飞, 宁城终于缓过神来, 这种真实的感觉让她幸福地差点呻吟出声。 纪洛飞一样看不出来宁城的修为, 她不知道宁城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硬生生地在暴风之桥中逆流而上的。 她以为宁城是为了寻找她, 最后和她一样被暴风之桥卷进了这个洞中。 看着洛飞抱着宁城一步步走回她自己的地盘, 其余的修士松了口气的同时, 都是有些羡慕地看着宁城。 宁城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小白脸, 怎么有这么漂亮? 而且, 修为又如此之高的女修对她死心塌地。 洛飞, 我没事了。 宁城已经取出一枚丹药, 放入口中。 在四级心丹的帮助下, 她的心缘和神识在急剧地恢复。 嗯, 纪洛飞依然没有从激动中回过神来, 宁城已经从她怀里落在地上站了起来。 两人凝望良久, 都忘记了说话, 似乎这里只有他们两人, 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不见。 时间似乎静止了, 整个空间只有宁城和纪洛飞两人。 这个时候, 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纪洛飞和宁城心里的激动, 干脆都不说话。 洛飞, 对不起, 我没有遵守诺言, 很快回来, 让你受苦了。 宁城伸手抚了伏纪洛飞的头发, 然后手落在纪洛飞的肩膀上, 心里感慨万千。 纪洛飞一身粗布衣服, 只有宁城明白其中的原因。 这衣服还是当初纪洛飞在苍芹国的, 现在穿在身上除了不想让她的容颜引起别人注意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思念她。 纪洛飞摇了摇头, 不, 我知道你回来的, 你肯定会来的。 说话间, 她更是凝视着宁城, 曾经你说过, 让我听你的就行。 所以我听你的, 一直在等你, 我知道你, 一定会回来的。 纪洛飞脑海中浮现出, 当初在苍芹国二星学院, 她心里彷徨不已,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宁城拉着她的手对她说, 听我的就行。 从那以后, 她一直相信这句话。 宁城说过, 让她在吴根黑城等她, 哪怕有很多机会离开吴根黑城, 她都没有走, 一直在这里等宁城。 因为她相信宁城, 相信听我的就行这句话。 如果不是那个水晶球, 她也不会来暴风之桥这里。 宁城心里有些激动和火热, 手一张就将纪洛飞搂在了怀里。 老公, 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吧。 以前我一个人在这里有些孤单, 你来了, 我就不孤单了。 纪洛飞颤抖地说道, 说话间, 抬手帮宁城将撕裂的衣服整理了一下。 宁城手紧了紧, 洛飞, 我不想留在这里, 我们走吧。 纪洛飞连问都没有问, 就点点头, 好, 那我们就走。 洞府中其余的修士都震惊地看着宁城和纪洛飞再次走向洞口, 这是要找死吗? 说心里话, 在恐怖的暴风之桥下, 能被卷入这个洞府的修士。 都算是幸运中的幸运者, 但是要从暴风之桥冲出去, 那是百分之百的死定了。 在这里面的修士看来, 在暴风之桥的狂暴力量下, 就算是再强大的修为也会被撕成粉碎。 两位朋友, 请等一等, 一个突兀的声音叫住了宁城和纪洛飞。 纪洛飞依在宁城身边, 平静无波。 宁城回头看着这个叫他等一等的修士, 这是一名洁生境中期的修士, 下巴胡须有些厚, 头发凌乱。 可见这个修士在这里面, 很少整理自己的形象。 什么事情? 宁城随口问道, 两位朋友, 我也想离开这个暴风炎洞, 愿意和两位联手。 这修士对宁城拱了拱手。 你不怕死。 宁城诞生说道, 从暴风炎洞冲出去, 生存的机会可谓是少之又少。 嫌抗力都不怕死。 我梦哭孤身一人, 何惧之有。 这个鸟地方, 我早就待你了。 可惜的是, 没有志同道河的朋友一起冲出去, 我一个人实力太薄弱了一些。 胡须修士看了看其余的修士, 很是干脆地说道。 宁城点点头, 忽然看着其余的修士问道, 还有哪位朋友愿意和我一起冲出去的? 正如刚才这位朋友所说, 人多力量大。 对于从这里出去, 宁城是根本就不用废半分心。 以他的修为, 如果还不能从这里出去, 那也太惹笑了一些。 他之所以这样说, 是念在大家都不容易。 如果有愿意一起出去的, 他顺手帮一个忙。 没有人回答, 跟随宁城这个刚刚进来, 还伤痕累累地修士一起出去。 又没有犯傻。 宁城哈哈一笑, 既然如此, 那么朋友我们走吧。 说话间, 宁城已经搂着纪洛飞, 跨出了洞口。